中国民进维权组织民生观察工作室发布消息 指中国维权法律学者许志勇 16日被北京公安局刑事拘留 家人已接获拘留通知 据调查到6月底至 中国大陆网路总人口数达到5.91亿人 其中手机上网者4.64亿人 占网路总人口比例提升至78.5% 此外大陆网路人口每天平均上网时间为3.1小时 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 中而在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 对中国经济动向表示警戒 针对中国影子银行的融资状况 麻生太郎说 包括中国政府在内 谁也不能掌握实际情况 这才是问题所在 香港迪士尼乐园又发生机动游戏事故 昨天下午2点 乐园内的玩具兵团跳降赛一路突然停顿 拒之有36名游客被迫掉半空将近8分钟 新唐亚太电视总理报导